都知道当年吴京拍摄《战狼一》的时候 因为剧本和资金的问题被许多演员拒绝 之后《战狼一》火得一塌糊涂 相信也让许多人没想到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在《战狼一》中 有一位吴京的好友 自己并非演员 但在吴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 他就是周晓鸥 说到周晓鸥 相信许多人一定只记得 他曾是零点乐队的主唱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是吴京的发小 周晓鸥和吴京当年同在北京出生长大 只是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 吴京去了舞馆学舞 自己却开始走音乐路线 并成立了零点乐队 去周晓鸥自己回忆 他得知吴京要拍电影的时候 主动问吴京需不需要帮忙 因为吴京正面临周晓鸥和演员的空缺 就让周晓鸥来帮忙演一个角色 为此周晓鸥特意留出了三个月档期 可是到了剧组之后 才发现自己的角色并不那么重要 所有的镜头夹起来 拍了三天之后就离开了剧组 但是虽然出镜时间短 演好角色却并不简单 拍摄的时候 在周晓鸥的脑袋上安装爆破装置 足足上七次才得到吴京的满意 有个如此张义的朋友相助 也算是吴京最大的幸运 之后战狼大火 精彩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许多人都评价到周晓鸥是个好歌手 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 我们也希望周晓鸥能够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优秀作品